會員的精彩表演之後 就進入亞洲會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的會議程序 首先進行的是章情表決 由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邝凱瑩先生主持 或者用發掌形式吧 黎先生真好 謝謝大家 大家通過了 第二個會議程序是確認董事名單 道臣小姐加入了我們很久 道臣小姐她現在是我們總裁辦的副主任 另外也介紹了程序江先生 在亞洲電視台旅行電視服務了五十一年 也是一個很資深的電視工作者 葉家寶先生 我只是講一個銜頭就是亞者之父 最後就是大會選舉 參與選舉的包括候選會長藝秋華小姐 候會長職位有兩個 候選人有羅伯輝先生 趙宇強先生 還有候選秘書長 道臣小姐 以及候選師父 吳淑坤小姐 經過各位候選人 落力拉票之後 全體會員立刻進行投票 在沒有結果之前 我們欣賞一下精彩的表演